在美國我們有一句俗語 男生會對女生好 都是 如果今天已經是男女朋友 Sex已經on the table了 OK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別忘了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歡迎收看波波排神團 男女關係不老殘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新成員要介紹 我們歡迎 手恩 哈囉大家好我是手恩 我是替代曉今天班第12分隊區內長 陳手恩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之前的當兵特輯吧 就是我們那時候遇到的 非常精彩的分享當兵故事的路人 快來我是路人甲 路人甲 那我們今天有幸在一起來錄這個新的節目 之後他也會呢 一起參與我們更多的其他企劃 沒錯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第一題囉 I小姐跟男友在一起一陣子了 也已經發生關係 但最近開始男友會像自己要 一半保險套的錢 之前還去過Motel 南方也一樣會要一半的房間錢 雖然評分沒有不對 但I小姐在感覺上不是很好 大家覺得男友這樣要錢合理嗎 3 2 1 請舉牌 來 你們三打一 我覺得這樣說好 因為大部分你們觀眾應該都是學生嘛 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是我們所謂的 爸爸媽媽給錢錢時代 爸爸媽媽給錢 其實都上千都差不多 要嘛就8千 要嘛就1萬 好家庭好一點 1萬好多 零錢 零錢 可能5千塊 對啊 因為爸爸媽媽給錢 我相信差不了太多啦 大概就是那個順次 所以其實男生跟女生是一樣窮的 那就該評分就要有評分 那如果是出社會呢 出社會的話 我覺得剛出社會期大概都差不多 反正被老闆多學都拿22K 要一直到不論即婚嫁 然後誰準備在家人顧家 那才是真的分水嶺開始 而且如果你們那個需求量很大的話 長期下來就不是請吃飯而已 這種 所以剛才講的是保險套 還有開房間嘛 好我覺得我這邊我可以給各位男性或女性朋友 一個小小的撇步 保險套 家庭號有沒有聽過 全聯絕有賣 OK 你不要每次都去買什麼杜蕾絲 不要去買那種有豬豬 聽起來沒有差嗎 我跟你講都已經沒錢了 你還不管用起來有沒有差 不要買有豬豬的 不要買羅文的 不要買草莓口味 香蕉口味 一定要買到0.01 而且還有還有重點 不要在情恩節前戲買 保險套我們知道什麼時候買就可以 保險套 不能講 阿嬤沒有套 阿嬤不可以看套 阿嬤用不到 父親節 父親節前戲還有母親節前戲 因為父親節女孩心裡面充滿了父愛 誰會想要這都打包 你告訴我 所以這兩個時候趕快去蝦瓶 就平常就買蝦瓶好了 所以買到這樣子的話 如果很省的話 就不用再跟女生拿錢 或是女生也可以是買一箱 下一餐只要請一個牛排 就抵掉 那太便宜了 300塊可以用一年 可是保險套的品質會影響幸運 我覺得年輕學生時代 就沒有那麼注重這些 各位男生好不好 你覺得前戲要多久 現在心裡面有數字 你只乘以3 什麼保險套都是OK的 喔 你都買了前戲的時間延長 乘以3 你就成功了 兩個人都有用 能力的感覺 那我開房間都說我出錢 喔沒有啦 因為他男友還沒工作對不對 對 他是姐弟戀 所以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變成就是 他可以付保險套錢 那我開房間錢 喔反正就是一個比較貴的比較便宜 但是你就多分擔一點點 一起分擔就沒差 我也爽就太爽了 就我覺得 因為女生其實在這個先天上 其實就是弱勢的 因為如果今天不戴套的話 女生其實會很懷孕 然後可能又拿掉小孩又上身體 就像你說的 可以不用買到0.01 這麼貴的保險套 那假如家庭套 什麼一盒大概100塊好了 多一人一半這樣 而且我們女生要承受懷孕 可是我就覺得 這是兩個人一起的事情 不要界定的那麼清楚 我們家導演性欲比較強一點 那我就是 我也會想要就是 讓自己更提升自己的性愛品質 他之前有自費買那個 大麻潤滑藝啊 大麻潤滑藝是什麼 這可以講嗎 女生會更熟 OMG 你那用完有什麼感覺 吃吃樂樂 辣辣 不一樣的感覺 你如果要吃吃樂樂 我阿嬤有個東西可以推薦你 叫青草糕 有沒有 也是吃吃樂樂 沒有就是涼涼的 土在那邊太刺激了 我覺得我可以結束說 在清晰分分 但可以 不要說就是分那個一半說 欸50塊 我覺得會影響一點性質 對 濕度會影響 是可能在前線手裡在想 等一下又要跟我拿房間的前後 出細心 其實這個有秘訣的 因為其實這種男生 如果這種東西都要算 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他真的是家徒是D 對他媽媽在打點D 然後爸爸在剛博那邊跑程 然後阿嬤在街上流淌 那這種男生就讓他自己去 就讓他好好打拚自己的未來人生 第二種是家裡面教育的問題 教育觀念 對因為我在美國長大了 所以其實這種男生蠻多 爸爸媽媽可能都跟他算錢 他人生裡面就是自己就自己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覺得他要分清楚 那你要很簡單 那這種是有絕招的 你就故意請拿客 他會錯了 這一餐你請 下一餐你請 這個我買 那個他買到最後他錯了 然後到後來他就慢慢的 喔好就是 他就跟他硬講到 他不會下次都以為說 阿反正他會付這樣 然後可能到後來就彎掉 喔你好像付的東西 然後 付很多耶 然後之後我付 對 都我付 然後他就壞掉了 好像結局都不是很好 一個分手一個壞掉 好那你們覺得 你們這範有被說服嗎 沒有啊 所以自己要的東西 就自己付錢就好 但子齊說我懂 他就說貼心 對啦 感覺很差 我覺得啦 他是覺得是互相 是當下一個感覺 可是可能真的有些人 是會覺得你就是要付 那吃飯你也要付 這個你也要付 這種就比較不太好 我就覺得在分那個保險套前 那個整個畫面難看 對 我覺得當下算那個尷尬 說實話我這樣說 你今天就算他沒有跟你算 你不要以為他心裡被疙瘩 因為我手機 表姐姐姐也有點疙瘩 那個小孩有在看嗎 未來努力一點 以後房間錢都你付 真的沒有努力啊 都在房間彌補回來 難怪你呢 那奇怪的內容 原來來自於金錢不平等 好 那我們今天的結論就是 看你自己的經濟能力 能貼心再貼心 第二題 G小姐最近有一個還不錯的曖昧對象 前幾天他們開車一起出去玩 晚上男生在開車送他回家 但最後下車時 男生向他要了油錢 G小姐當下有點小錯愕 但還是先給了200塊左右的油 想問大家男生這樣要油錢合理嗎 又該不該繼續跟這個男的走下去呢 3 2 1 請舉牌 我會覺得那這樣我跟他的計程車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們一起出去玩你也開心 我們這樣一起去 又不是他特地載我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 你也有使用到車子啊 我覺得不一樣耶 女生說不一樣其實就是一樣 去方面你是提升自己的品質 可是開車就一樣啊就是 而且假如你沒有去 他還是要那個油錢 有可能他那一段途中 他可能又有去什麼其他地方 就是那個油錢算不清 我原本是有點覺得說可以付油錢 然後聽完你們有點被說服 我覺得如果他是一直特地帶我去某個地方 我覺得我是會願意付的 這次出去是為了 一起開心一起快樂 他應該是可以自己承擔的吧 我可以上車的時候 買一杯咖啡請他 這樣可以啦 這樣可以 我是覺得 要錢這個動作會扣分沒錯 但付一半油錢這個東西 我覺得以男生來看 就會覺得這個女的很貼心 他竟然會幫忙付油錢 如果你說對方主動付的話 那你根本要我就覺得你不貼心 因為如果他女生沒有講什麼 那男生可能心裡會覺得說 所以你就覺得 載你這樣子搭霸王車的感覺 那如果我就結束說 寶貝謝謝你今天帶我來這邊玩 我 他對氣一個 OK 這邊已經拉好了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種男生 他也蠻單純的 他會直接跟你開口講 對 他很沒有臣服 是好男人 喔 這樣講好像對 對啊 他沒有要討好你耶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很小氣的男人 可是其實為什麼你會講 啊沒關係 就是因為他那段時間在討好 在騙人 對 他也只有那個時間討好我 你連在討好我的時候 都討好得這麼差 也要怎麼辦 我是覺得解法是 如果你真的是曖昧第一次出去的話 就當作一個成本 第一次先不要咬 就這個女生 你不確定到有沒有跟你走的話 之後可以咬一下 不要一直就好像無止境的花錢 我覺得男生如果真的很在意車錢的話 那乾脆你們搭界隕 彼此刷彼此的看 這樣也不會有的問題 可是搭車一定會讓彼此比較舒適一點 那你要會舒適那你就付一點錢 我是覺得女生可以幫忙出停車費 看開什麼車 今天男生如果二十出頭開雙B出來 他如果還是我還可以要錢 那你就不要再不要再約會 但如果他開個三十年老頭打開發動還 那種 要錢就給他 好啦我付 好啦我付 我覺得這題的結論就是呢 要有錢這件事本身是合理的 但是貼不貼心的感覺就看個人囉 你以前我給過嗎 有錢好像很少 就是小時候有沒有 我其實不太懂這種問題 以前我們女生不懂車子 會覺得 車子不是本來就會有油嗎 他們就一直動嗎 超白目有沒有 就是後來長大有意思 如果有時候出遠門 如果就是只在市區 可能才去吃個飯那種的 就是通常不會給 出油的話會比較會想到 出遠門其實就會幫 比如說都餐錢 可能今天餐錢都我付 或者什麼晚上房間前我出 就是我覺得他會互相 不會說真的是真的覺得說 你一定要付車錢或怎麼樣 每次就是比如說我訂房 我就隨便把房間費付了 其他的就再來share 而且我覺得就是要 適時的撒嬌 跟男朋友說謝謝 可能是感覺問 撒嬌可以 撒嬌都可以撒嬌無敵 如果你爸是男生 我今天沒有帶零箱 這可以這樣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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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以 你喜歡這一招是不是 好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互相 如果對方想要 就想請你也要記得感謝這樣子 我覺得這真的也蠻重要的 歐小姐和男友曖昧時 一切都很好 交往一陣子後 有次他們去吃日式料理 男友點了豬排飯 他跟男友要了一小塊吃 結果結帳時 男友居然說要給他20塊 喝了一口男友買的飲料 也被要了10塊 歐小姐覺得心很累 大家覺得 男友這樣的行為會太計較嗎 該不該放生男友呢 1 2 3 其實我一點點就是飄移 飄移嗎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就是溝通的問題 我自己也有過我自己買的東西 他可能喝一口然後一大口 所以算沒了我真的是很美少 很想要跟他要錢 對 不然你就自己買一瓶嗎 對 就是我要喝 你要喝就自己去買一杯 這是錢是要另外一個問題 有時候也不是錢 就是有時候我就想要喝完一整杯 買的時候問你要不要喝 你又說不用 然後結果到時候喝我的喝了一半 我覺得我要喝一整杯 怎麼辦我的 我是覺得他 如果真的都只是一小口是什麼的 其實沒關係 也不用特別要錢 像他剛剛說的那樣就太誇張 就雞排只吃一半那種 我覺得不然我的也要吃一口 那種方法是你想要吃 你就先你吃吃看我的 然後那時候我要吃 就不會被要錢了 我有點想講 我覺得要這個我真的不行 就覺得太尷尬了 尷尬到我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一定回去就是不會在臉上 然後直接就蜜朋友 你知道嗎 我剛剛跟你說 他竟然跟我要那個豬排的錢耶 我要來發表我的言論了各位 我先講一件事情 在美國我們有一句俗語 男生會對女生好 都是Because of sex 如果今天已經是男女朋友 Sex已經on the table了 OK 我每次跟你出去 親身經歷 OK 我總是喜歡點那種炸薯條 捲捲的那種薯條 最捲的 最凹的 那種最好吃 然後可是我都會先吃長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好吃留在最後 女生通常會 啊你不吃這個 那我吃這個 吃完了之後我都不講話 我就 甚至比如說看電影好了 我要看那個 豔陽下陽 那個好浪漫 男生為什麼會說好 因為Sex 要不然我想看什麼 我要看復仇者聯盟 所以我想講 我今天點 我有三個雞翅 你拿什麼拿 就三根 我就這樣吃三根 那被拿走你就會看一看 我會很不爽 你再點一盤嘛 好不好 我寧願多吃 我比較少吃 那你如果不再點一盤就好 可是我就算好了嘛 我腦身裡是有一個飽足感的預測器 你不要去搶我的東西 那你不至於這樣就根本要錢啊 他搞不好是在阻止他說 你不要再吃我的東西 那你說下次 你看你敢不敢在吃我的東西 所以你的立場是就是在警告他 罰錢 你不要過來 我現在目的不是為了要跟你 打Sex的話 那我就要算清楚了 警告的那種意味道是能認識 是不是 你不要再吃我的東西 什麼這些吃貨 沒吃到一塊是怎樣 當然不是錢的問題 爽軟的問題 你被吃會不爽 你跟他要錢他會不爽 對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好 我會無解 所以就不要動我東西 吃不吃虧跟愛不愛超級沒有像 也沒有關係 他只是一種愛的方式 但是不是應該 就算他今天跟你計較那個 也不代表他不愛你 對 的意思 絕對不代表 我覺得有時候多付出一點 就會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我愛他 所以我可以 我不會不記得這件事情 三根炸蝦跟兩個炸蝦 是天跟地的差別 我覺得我的價值觀跟妳滿像的 因為我們的那種感情 像我們私下都是 都會互情 就明明可能最後結算下來差不多 可是我們當下的AA感覺 你就會覺得很不親切 而且有時候對方 如果多幫我付很多什麼東西 我就會覺得天啊他對我好好 我要不會他付出更多 對然後我們也會下次再付其他的 愛就是越來越追點越來越好 對對對 本來是就5 5 5 然後變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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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有一個一直跌倒出來 可是跌倒去 跌倒最後會有一棒會爆炸 我跌倒上去 不會啦 不會 這場還是我對啊 你不要動炸蝦嘛 怪你 結論就是 好 給你下結論 不要動我的炸蝦 那今天的波波培審團就到這裡告一告一告囉 也歡迎大家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今天可以分享我剛上大學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比較有泡打 跟女生一起去逛家樂福 看那個保險套 家庭號大折 對 超便宜 然後一盒可能60 80個有沒有 然後我跟你說 大學畢業都沒用 這是不好用嗎 很厚對男生來說是好事 是嗎 你可以 越薄越好嗎 越對女生越好 男生越厚越好 為什麼 是不是 所以是點頭了 對啊 那是越薄含之後越敏感 對啊 這樣子越不好 你這樣子三分鐘就暖事了 就浪費 沒有我 我剛才講的所有東西都是我朋友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十分就是那樣 我今天會試試看